而地方的艺文活动要告诉大家 台湾唯一受邀登上今年雪梨双年展的 排湾族艺术家吴玉玲 昨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举办花莲首场歌展 母神的背脸 精选她自1996年以来的九组作品 还有携手多位花莲女性合力完成的新作 展出到4月5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与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 并列三大双年展的雪梨双年展 即将在3月12日举行 而台湾唯一受邀的艺术家 是来自屏东贵族的吴玉玲 这次受邀在花莲带来首场歌展 母神的背脸 有别以往作品的鲜明华丽 这展人吕尾伦以黑色心房 呈现吴玉玲回应母体文化同时 背后创作脉络的转向 那特别在这次花莲很不同的是 来自于不同的年龄层来一起参加 互动制作完成这个作品 那我感觉那种感受可以深深地体会到 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关系那种互动 它确实是存在的 那怎么样我们 怎么样去把它带出来 然后可以形成一种融合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展览 还蛮印象深刻的 运用毛线布料及金属等复合式媒材 再结合串珠缠绕技法 以软雕塑编织工艺设计及手势等形式为主要的创作 多过创作回应莫拉克风灾后 对家的想象与渴望 传递最纯粹的内心思想 那再来就是说整个场域也很特别的 策展人用了另外一种颜色 用粉色系的 晚年我都是用红色黑色或绿色这样的颜色 比较少用到这种比较属于粉色系的颜色 某种程度是一种 它可以剖析很多面对自己的这些问题 那这几件作品也是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 开始所发想的一些作品 然后实验出来的一些媒材 比如说可能应用到一些颜料 或者是回收的一些衣服 然后再把它缠绕包覆 然后跟所谓的画布 把它结合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立体的作品这样子 平面的作品 然后它就可以呼应到 我这十几年来跟很多的妇女互动的 对去的梦想的这种作品 所以可以从这个里面感受到那种 很女人很女性的很内在的一些 想要说的东西所记录的事情 色彩在这次的展场氛围里 透过灯光昏暗 营造出穿梭在时间与空间的视觉识别感受 让观众细细咀嚼作品的细节 即一起展出至4月5日 欢迎民众前往导人艺术空间参观欣赏 记者长方眼欢迎您是报导